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澳大利亚看天下节目 今天我们要谈论的是一位真正的勇士 澳大利亚的曲棍球运动员马特 道森 他未了参加即将到来的巴黎奥运会 竟然选择截掉部分手指 在离比赛仅有两周的练习赛中 马特被曲棍球棒击中 手指几乎完全断掉 面对这样的困境 他依然决定截掉受伤的部分手指 以确保能够再次追求奥运荣耀 这位两届奥运会选手在受伤仅9天后 就将与澳大利亚国家队对阵阿根廷 他表示这次手术给了他最好的前景 并且他现在处于最佳状态 期待着与团队一起赢得那个难以捉摸的冠军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巴黎奥运会即将来临之际 运动员们纷纷加紧准备 力求在全球体坛盛会中脱颖而出 然而 澳大利亚曲棍球运动员马特·道森的奥运之路 显得尤为不同寻常 这位30岁的运动员为了参加奥运会 选择了截掉部分手指 故事背后充满了勇气和毅力 在一次训练赛中 道森不幸被曲棍球棒击中右手无名指 距离他代表澳大利亚国家队 参加巴黎奥运会仅有两周时间 这次撞击几乎完全切断了他的手指顶端 让他的奥运梦想岌岌可危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变故 道森回忆道 当时情况非常糟糕 周围的人看到我的手指时 什么也不说 我就知道问题严重 他补充说 事情发展得非常快 我只记得有人说 我们需要现一位整形外科医生 伤势如此严重 以至于外科医生表示 手指能够挂着已经是万幸了 这位两届奥运会选手面临两个选择 一是外科医生可以尝试 用钢丝重建他的手指 但这意味着 需要4到6个月的康复时间 无法参加奥运会 二是移除受影响的部分手指 道森伸肢时间紧迫 他选择了后者 截掉受影响的部分手指 以保证参赛机会 7月27日 据受伤仅9天后 道森将与澳大利亚国家队 一起对阵阿根廷 他谈到这次手术时说 这显然给了我最好的机会 如果我不采取这个行动 我就不会在这里 道森形容这次手术 给了他最好的前景 我很幸运 还能保留尽可能多的手指 他补充道 在过去的两周里 我经历了一场情感的过山车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这样的决定无疑是艰难的 但道森的勇气和决心 感染了他的队友和教练 他们见证了 他从受伤到决定截肢 再到迅速康复 这一切都是为了再次追求奥运荣耀 道森表示 进入我的第三届奥运会 然后最初认为 这将被夺走 这让我无比痛苦 但随后 一切都很快回来了 目前距离奥运会的第一场比赛 仅有48小时 这让道森感到无比兴奋 他说 我只是期待这个机会 我认为 这个团队正在建立一些 非常特别的东西 我们在东京非常接近 我认为团队内部 有那种燃烧的渴望和驱动力 继续推动自己 赢得那个难以捉摸的冠军 道森的故事 在媒体上引起了广泛关注 CNN体育频道 专程前往巴黎 对他进行了采访 报道中描述了他的勇气和决心 道森的教练和队友 也在采访中分享了他们的感受 他们表示 道森的选择激励了整个团队 让他们更加团结一致 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奥运会的最高荣誉 道森的故事 不仅是对他个人毅力的见证 也是对运动精神的最好诠释 在面对巨大挑战时 他选择了迎难而上 用行动证明了 什么是真正的奥运精神 这种拼搏精神 不仅仅局限于体育场 更是人生的一种态度 道森的决定 也引发了外界的广泛讨论 有些人认为 他不应该冒这么大的风险 应该选择保守治疗 等待康复 然而 道森坚定地表示 我知道这个决定 会让很多人感到惊讶和担心 但对我来说 这是追求梦想的唯一方式 奥运会是每个运动员的最高荣誉 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 道森的家人 也在这个过程中 给予了他巨大的支持 他的父亲 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说 我们对马特的决定 感到骄傲和支持 这是他生命中的重要时刻 我们会一直陪伴在他身边 他的母亲则表示 看到儿子如此坚强 我们感到无比自豪 无论结果如何 他都是我们的英雄 道森的故事让人们 看到了运动员背后的坚韧和毅力 也让更多人开始关注 曲棍球这项运动 他的勇气和决心 将成为无数年轻运动员的榜样 激励他们在面对困难时不放弃 勇往直前 随着巴黎奥运会的临近 道森和他的队友们正全力以赴 期待在赛场上展现出最佳状态 道森表示 我相信我们能够赢得这次比赛 这将是对我和整个团队付出的最好回报 道森的故事将永远留在奥运会的历史中 成为见证运动精神的生动例子 他的名字将与那些为梦想不懈努力的伟大运动员们 一起被铭记 成为后人学习的榜样 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刻 道森用他的行动告诉我们 只要有梦想 无论面临多大的困难 我们都应该勇敢追求 绝不放弃 这正是奥运精神的真正内涵 也是人生最宝贵的启示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在即将到来的巴黎奥运会之前 运动员们都在加紧训练和准备 以便在竞争中保持优势 然而对于澳大利亚的驱棍球运动员 马特、道森、Matt Dawson来说 今年的准备工作 显得格外不同寻常和艰难 这位30岁的运动员 决定截掉部分手指 以确保自己能够参加奥运会 这一决定背后有着非凡的勇气和毅力 马特、道森在一场练习赛中 不幸被驱棍球棒 击中右手无名指 受伤严重 几乎完全切断了他的手指顶端 这场意外发生在距离他代表澳大利亚国家队 参加巴黎奥运会仅有两周的时间 让他的奥运梦想岌岌可危 道森在巴黎接受CNN体育采访时表示 这次手指受伤非常严重 当周围的人看到他却什么也不说时 你就知道情况很糟糕 他回忆到 事情发展得非常快 我只记得有人说 我们需要现一位整形外科医生 由于手指受伤严重 以至于 外科医生说他还能挂着真实幸运 道森补充道 面对这样的情况 这位两届奥运会选手 必须在两个选择之间做出决定 外科医生可以尝试用钢丝重建他的手指 这需要4到6个月的休息时间 才能完全康复 并且意味着无法参加奥运会 或者他们可以移除受影响的部分手指 道森曾是2020年东京奥运会银牌得主 他选择了后者截掉受影响的部分手指 以确保他能够再次追求奥运荣耀 7月27日 他将在受伤仅9天后 与澳大利亚国家队一起对战阿根廷 在谈到这次手术时 道森表示这显然给了我最好的机会来这里 如果我不采取这个行动 我就不会在这里 他形容这次手术给了他最好的前景 他说我很幸运还能保留尽可能多的手指 在过去的两周里 我经历了一场情感的过山车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进入我的第三届奥运会 然后最初认为这将被夺走 但随后一切都很快回来了 现在我想我处于最佳状态 距离我们的第一场比赛只有48小时 这真的很令人兴奋 道森表示他对这个机会充满期待 并认为团队正在建立一些非常特别的东西 在东京奥运会上 澳大利亚国家队非常接近夺冠 他们内部有着燃烧的渴望和驱动力 继续推动自己 赢得那个难以捉摸的冠军 他补充道 我只是期待这个机会 我认为这个团队正在建立一些 非常特别的东西 我们在东京非常接近 我认为团队内部 有那种燃烧的渴望和驱动力 继续推动自己 赢得那个难以捉摸的冠军 马特 道森的勇气和毅力不禁体现了 他对运动的热爱和奉献 也激励了无数运动员和观众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 为了追求梦想 无论面临多大的困难和挑战 都应该坚持不懈 勇往直前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朋友 马特·道森选择截掉部分手指 以确保能够参加巴黎奥运会 这是一种无比坚韧和敬业的表现 想想古希腊的斯巴达战士 他们为了荣耀与国家 宁愿失去生命也在所不惜 道森的决定正是如此 这种精神正是奥运精神的最佳诠释 无谓挑战 勇敢无惧 哎呀 楚天书 你这就是在鼓励自残吗 道森这魔作根本就是手指断了 脑子也断了的最佳案例 你知道吗 古希腊的斯巴达战士 是为了保护家园 但道森这么干 只是为了一块金牌 还记得那句话吗 健康第一 成绩第二 他这么做简直是给自己找麻烦 未来的生活质量都不管了 哎 琪琪 你这是在小题大做吧 要知道 奥运会四年才一次 是每个运动员的巅峰舞台 道森这么做是为了追求梦想 这和古代的武士为了荣誉配件 有一曲同工之妙 他的钢铁意志和对曲棍球的热爱 难道不值得我们敬佩吗 楚天说 你这是在唱英雄主义的高调吧 且不说金牌能不能吃 现实生活中 道森以后拿个杯子 拧个瓶盖都成问题了 这和那些拿破仑 孤注一掷的战略还不一样 人家至少有军队和大炮 道森这完全是自虐行为 难不成你要让所有运动员学他 纷纷节之求胜 琪琪 你可真会斗了 道森的决定并不是让所有运动员跟随 而是展现了个人对梦想的追求 和对国家的奉献精神 这就是一种个人选择 向爱迪生发明电灯时 经历了无数次失败 但他并没有放弃 道森选择截肢 正是他面对困难时的勇敢选择 楚天说 你这可真是大清药王的姿态 道森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 确实展现了勇气 但这种勇气有点愚蠢 爱迪生至少留下了灯泡 让全世界受益 道森道好 留下了一个为奥运会自残的坏榜样 奉劝其他运动员还是保护好自己 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金牌可没那么重要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你能想象为了追逐奥运梦想 要截掉自己的手指吗 这不是电影里的情节 而是澳大利亚驱棍球运动员马特 道森的真实生活 他在一次练习赛中被驱棍球棒击中 几乎完全切断了右手无名指的顶端 此时距离巴黎奥运会仅有两周时间 他的奥运梦几乎在瞬间崩塌 道森在接受CNN采访时描述了当时的紧张情景 当周围的人看到你的手指 却什么也不说你就知道情况很糟糕 想象一下你是一位两届奥运会选手 曾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上获得银牌 而现在你面临两个选择 要么通过手术重建手指 休息4到6个月错过奥运会 要么直接截掉受影响的部分手指 迅速恢复以继续比赛 道森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因为他知道这是他继续追逐梦想的唯一机会 他坦言 如果我不做这个决定 我就不会在这里 这句话不仅仅是对他手术的描述 更是对他对梦想坚定不移的信念的最好诠释 说真的 多少人能有道森这样的勇气和决心 一般人可能会选择康复 避免永久性损伤 但道森的选择却反映出运动员的另一面 那种愿意为梦想付出一切的精神 他在手术后 仅9天就重返赛场 与澳大利亚国家队对阵阿根廷 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 道森经历了一场情感的过山车 他原本认为自己的奥运梦将被打破 但幸运的是 他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成功地重新站上了奥运舞台 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我觉得自己现在处于最佳状态 距离我们的第一场比赛只有48小时 这真的很令人兴奋 他的团队也在努力建立一些特别的东西 对冠军充满了渴望 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运动员的故事 更是一个关于坚持和勇气的故事 道森的经历告诉我们 无论面临多大的困难 只要心中有梦想 并且愿意为之付出一切 我们就能战胜一切障碍 巴黎奥运会将会见证道森和他的团队的努力与奋斗 他们将继续追寻那个难以捉摸的冠军 总结一下 马特·道森的故事是对奥林匹克精神的真实写照 他为了再次追逐奥运梦想 选择了截知 这种决心和勇气令人敬佩 道森不仅为自己 也为所有怀揣梦想的人们树立了一个榜样 他的经历让我们明白 追梦之路虽然充满挑战 但只要坚定信念 勇敢面对终将迎来胜利的曙光 让我们期待他在巴黎奥运会上 创造更多奇迹 为我们带来更多感动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